他此行是肩负着一个重要的使命的 那就是缓和两岸紧张 确保台海和平 大陆学者认为 王金平率团参加海峡论坛 可谓是带着台湾很多民众的期待来的 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即将参加海峡论坛 中国官媒纷纷拔这趟行程 说成是肩负全台湾人的期待 但网络版的影片标题却大啦啦打上 求和两个字 让王金平人还没到 先挨了一记门棍 习近平已经把他的底线讲得非常清楚 习近平的九二共识就是要统一 就是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国民党拿他的九二共识去的话 是没有用的 王金平其实是不该去 去那边委屈是不能求全的 中国一边挥舞两岸和平旗帜 一边去摆出高姿态文攻武贺 看在民进党立委眼中 化解两岸僵局依然遥不可及 当汪洋直接说 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那我不知道王金平当时候 是要率团马上起身走人 还是要静静的继续坐在那里 总统府强调两岸民间交流 本应被正面看待 总统对此没有任何评论指示 一切交由王前院长和国民党自主决定 外传王金平要协助传话延续ECFA 也被府方斥为五级之谈 江启臣认为此行单纯 但台海局势竟来剑拔弩张 国民党仍坚持靠拢对岸 后果理所当然得由来应承担 三天新闻 中文报导